刚刚参加完七国集团外展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便飞赴印度尼西亚 开启他为期四天的东南亚访问行程 随后他还将访问马来西亚和泰国 那么布林肯此次访问东南亚国家 希望达到何种目的 东南亚国家是否会配合美国 推行所谓的印太战略呢 相关问题我们来听听 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的分析 我们看到在七国集团外展会 刚刚结束之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就开启了他的东南亚访问行程 这次访问行程的首站是印度尼西亚 从技术层面来说 也许美国是在对印尼在进行某种弥补 因为此前美国的副总统和国防部长 在进行东南亚访问的时候 都没有到访印尼 但是补偿恐怕仅仅是一个方面 更多的是布林肯希望通过此次的行程 尤其是对印尼的访问 来推销美国的印太战略 印尼是东南亚第一大经济体 在东盟内部是颇有影响力 印尼在12月份开始担任J20的轮值主席国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 印尼是东盟印太展望的重要的设计者 现在东盟所推动的印太政策目标 印尼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主导作用 甚至可以说是相关目标的设计者 所以美国如果希望东盟国家 能够接受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些核心的目标 希望双方之间对于印太的政策能够合流 抓住印尼是美国必然的一个目标 而另外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美国更多的是希望通过这次的行程来挑拨离间 大国竞争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目标 在对印尼访问期间 美国国务卿不仅发表了 所谓针对印太地区的一次讲话 更是对印尼在南海问题上说三道四 在这种挑拨离间的过程当中 美国看到尽管印尼并不是南海争议的 一个直接争议方 但是却在南海问题上 仍然有它的一些关切 所以美国试图利用这样的一些因素 来对印尼施加影响 来描述所谓的中国威胁 在南海问题上制造更多的风浪 使美国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插手南海问题 但是美国尽管有一系列的这种设计 有具体的目标设定 但是可以看出的是 通过美国国务卿布云肯 一次的访问行程 是不可能达到美国的战略目标的 首先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 他们更多的是希望能够与大国之间 进行更加包容性的合作 而非排他性的合作 所以美国试图在中国和东盟之间 打蝎子并不符合东南亚国家的利益 他们也深知在亚洲地区 中国的崛起意味着更多的机遇 所以他们也想抓住这个机遇 而另外涉及到安全问题 尽管美国在搅动南海 但是很多东南亚国家担心 预外势力的插手 会使南海问题变得更加的复杂 既然现在中国和东盟 正在推动南海行为准则 正在相向而行 而此时更多的不确定性 会妨碍于哪国家管控南海局势 可能会出现的风险 更加不利于南海的和平和稳定 所以对于美国的一系列的撕心和撕利 其实东南亚国家心里 是正在进行评估 而且是保持着一定的警惕 对于美国的一系列